什么巴西也有这个 这个在中国是叫夜湖吧 还是叫谭鱼啊 原来巴西有很多跟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 人家都一对一对的在这里 这边一对,下面一对 看上面还有一对 太虐了 今天准备离开了 在这里又住了两天 这间房间旁边是他们的小露台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露台 虽然看起来他们很久没有上来过了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街景 生活在这种地方挺舒服的 在巴西的中西部靠近巴拉圭的这个边境小镇上 挺舒服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所以舒服吧 我现在在的这个城叫做蒙多诺 它还属于马特格勒索南州 然后我要去的叫做瓜伊拉 它就属于另一个州了 而且这两个州的时差还有一个小时 就是我今天虽然要骑20公里到下一个城市 但是我要倒一个小时的时差 谢谢你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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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天照顾好 很棒 很高兴见你 希望我们可以 帮你帮你旅行 旅行 是的 我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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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我必须去 哈哈哈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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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会去查数据 再见 这是瓦格纳先生的房子 非常舒服 一家四口 然后和七只猫 旁边好像就是他岳母的家 改走一条小路 稍微近一点 但是是土路 9块9 怎么巴西也有这个 这个在中国是叫夜湖吧 还是叫檀鱼啊 原来巴西有很多跟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 这么大的一个特雷雷的茶杯 这个商店看起来挺有意思 我来逛一下这个商店 卖各种瓷器雕塑 七个小矮人 这个是受洗耶稣 圣母玛利亚 哇超多小工艺品 哇靠 吓我一跳就乌龟头会动 特雷雷的茶杯 我想买一个 就拿这两个吧 这一套 试一下他们的特雷雷 嗯 嗯 嗯 可以喝吧 嗯 这个味道和我之前喝过的不太一样 这个味道和我之前喝过的不太一样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啊加了这个冰魄盒 啊 再喝一点 30块买的特雷雷套装 还不错这个挺好看的 但是我估计回到国内就喝不到了 前面我要经过一个桥 然后跨过的这条河叫做 帕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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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这个桥我要跨过的河叫做帕拉那河 啊 这条河再往下面走200公里 就到了我们都很熟知的 衣瓜叔大瀑布 这个桥原则上来说不允许 自行车和行人通行 但是我不骑自行车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总共长3600米 然后大货车特别多 确实自行车和行人会有点危险 3600米 禁止行人和自行车 然后马特格罗索州就到这结束了 过了这个桥就是另一个州 这条河非常壮观 帕拉那河 是有一点点小危险的 好靠 整个桥面都在晃动 妈的有点害怕 赶紧走了 这个桥叫做埃尔顿赛纳大桥 是巴西的第一跨河大桥 3600米 然后埃尔顿赛纳大桥是为了纪念这位团奇的车手 据说 哇 等会 据说埃尔顿赛纳 是巴西最厉害的赛车手 不过可是当我知道赛车的时候 已经是苏马赫的时代 埃尔顿赛纳还要更早一些 我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位传奇的赛车手 呃 在90年代的时候意外死亡了 所以然后 然后这个大桥 就是以他命名 哇靠这个震动感 到了这个桥的中心 这个河真的特别宽啊 我的右前方是巴拉圭 左边是巴西 再往前200公里就到伊瓜苏大瀑布 啊上岸了上岸了 啊 这3600米还是有点危险的 今天我应该就在这条河的边上找个地方露营了 很近 我现在进入的这个州 也就是以这条河命名叫做巴拿那州 巴拿那州 餐厅吃个河饭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了其他州的原因 这边的河饭物价稍微便宜了一点 这个大份的在18块钱 之前吃的在23或者25左右 而且我现在点一个大份的 我基本上一餐吃不完 分成两餐吃 有的时候一天点一份就好了 一天吃一顿18块 一天吃一顿18块 每吃多少都吃不下了 剩下的应该足够当晚饭 好的 打包 哇 这里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 该算古迹了吧 哇 超级漂亮的教堂 进去瞅瞅 教堂应该可以排斥吧 1933年 那也不是很久啊 我以为是一个几百年的历史 全部用石头堆砌起来的一个小教堂 哇 石板画 还记载一些艺术的历史 这个光很漂亮 这个光很漂亮 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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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在前面有一个地方 是瓦格纳告诉我的 好像就是这个公园里面 我问问看 这里有什么东西 是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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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 $33,000 您想去冰吗 是的 您想去冰冰 您想去冰冰 如果您想去冰冰 在22时 到10时的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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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路芋的地方 這裡 這裡 好棒 這裡面你可以坐 好 這裡你可以去哪裡 水 水 水 你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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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 這是我今天露營的地方 早早的就過來了 離瓦格納先生家 就二十來公里 這個城市叫做瓜伊拉 也是在巴拉圭邊境上的一個小城 這個城貼著巴拿拉 哎呀我老是忘記怎麼念 然後我現在露營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城市 看巴拉拿河的夕陽最漂亮的地方 但由於我現在還在倒時差 我要倒一個小時時差 所以現在的日落 時間會稍微晚一點 沒搞錯吧 對會稍微晚一點 這個公園露營是要花33塊錢 我已經很久沒有花錢露營過了 但是33塊錢可以接受 我感覺到了這個周之後 物價是不是稍微降低了一點點 我感覺有可能 西洋光要來了 去看西洋囉 這邊停的車全是巴西的釣魚佬 拖著他們自己的船 然後下到河裡面去釣魚 看看全是 最佳的西洋點 漂亮 漂亮 就是 空海釣魚 我們 訢室 留著 成績 �桶 百貨 市 acha 看西面 沒有 使善 東西 人家都一对一对的在这里 这边一对,下面一对 看上面还一对 太虐了 真的好看 好了,不看了,撤 撤